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Kristal 在前几期的影片里面,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知道 我即将要出国读书了 而这一次出国读书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申请了十大的 是因为我申请了十大的校级召唤计划 我即将前往荷兰的莱顿大学进行读书 今天这支影片呢,主要是想要和大家分享 我当初是怎么写我的召唤的备审 以及怎么获得好成绩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跟我一起继续看下去吧 诗读书的校级召唤计划呢,一年会有两次 一次是在五月,一次是在十一月 如果你想要下学期出国,如果想要春天的时候出国的话 就要申请五月那一次的校级召唤计划 如果是想要夏天的时候出国,就可能是九月的时候出国的话 就要申请十一月那一次的召唤计划 也就是说,需要提前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进行准备 然后我这次申请的是五月的交换计划 所以我不久之后二月就只将出国前往莱顿大学交换了 那至于更详细的交换简章等等 大家可以上师达国基础官网上面去看 只要在师达读过一个学期的书 就有机会可以申请交换计划 也就是最早你可以在大一下的时候申请交换 在大二下的时候出国进行读书 而我是在大三下的时候申请交换 所以是在大四下的时候会出国读书 然后接下来就和大家介绍我当时候是怎么写 我自己也交换的被审的 我们一起先来看一看学校要求我们给什么样的被审资料吧 一共包含四项 语言能力 学术及相关学术表现 自传以及出国学习计划 还有最后的大学以上优良事迹以及活动证明 语言能力的部分呢我是放上了我的托福 多意等等的英语检定成绩单 如果大家对于我怎么准备自己的英语检定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之后有机会可以拍一支影片来和大家分享 在学术及相关学术表现这个部分呢 学校是要求我们放上学期的历年成绩以及排名 另外我也放上了之前获得书卷奖的奖状 那接下来便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自传以及出国学习计划 这一部分会在之后再跟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那最后便是大学以上优良事迹以及活动证明 这个部分呢里面我是放上了 我是放上了参加社团的经验 举办活动的经验 然后以及获得五欲奖奖重等等的 大家可以试自己的情况 然后在里面增添一些东西 再接下来呢便讲到在撰写自传以及学习计划的时候最重要的东西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东西便是动机 你要很明确的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出国 希望透过出国交换出国学习的这段时间学习到什么 如果你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了 更何况是说服评审 让评审知道你是一个适合出国读书的人了 所以在准备交换的时候 第一个步骤便是仔细查看当年的交换简章 去找到一间自己喜欢的学校作为目标 师大的校级交换呢 一共分为四个余组 英欧余组 中文组 日文组 以及韩余组 那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 当我们选定的英欧余组作为交换学校的申请的时候 我们便不能够跨组去选择日语组 或是中文组的学校作为申请 发现我讲的有点不清楚 这里指的是 我们在申请时 只可以申请同一语组里的学校 也就是 我今天决定申请英欧余组的莱顿大学 我就不能同时申请中文组的北京大学 找到这些喜欢的学校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学校当作我们今天的调查目标 然后去看一看这个学校 它的有名的科系是什么 像是我现在想要去的莱顿大学 它很著名的科系 便是在他们的人文学院 所以可以去看一看 自己今天想要去的这所大学 他们著名的科系是什么 跟自己现在所处的科系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或是跟自己的兴趣的关联是什么 去想一想说 自己去了这所学校 想要去怎么样的科系读书 然后想要选什么样的课程 可以让自己更加的进步 那再来第二个呢 便是生活环境 我觉得生活环境里面包含了许多的面向 像是语言 当地的风俗习惯 节庆等等的 语言其实是蛮重要的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完全不会讲某一个语言 结果突然跑过那一个国家 那你完全没有办法适应嘛 更遑论利用这个语言去进行学习呢 所以语言也是我们在挑选学校所需要注意的一点 再来呢我认为最重要最重要的 找到申请动机之后 你要维持这个申请动机 很明确的知道自己为什么想要出国 然后并且把这个为什么贯穿进整份备审 从你的自传 然后读书计划等等 都要很明确 让评审人员知道你的申请动机是什么 像是在我的备审里面 我一共分为了五个部分 分别是中英文字我介绍 特殊经历和成品 社团经验与收获 申请动机 以及最后的读书计划 在这五个里面呢 我都分别围绕着一个点 就是我想要当华语老师 我想要出国进行教学 我想要推广华人文化 因此我希望透过这一次交换经验 去认识更多不同的外国人 去了解国外他们的学习风气是什么 然后并且能够精进自己的教学技巧 教学能力等等的 所以第一个步骤便是 找到自己的申请动机是什么 并且把它贯穿进自己的 整份的申请履历里面 施大的交换身 施大的交换背审 并没有特别规定需要的格式 并没有说需要一个很明确 像是求职履历那样子的东西 里面的大细项 也可以自己去进行设定的 所以这里面呢 我便是分享我当时候的架构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 来进行撰写 在中英文字我介绍里面呢 我希望评审在短短一夜里面就认识我 就知道我有很强烈的企图心想要出国读书 所以里面我并没有进行太多自己的背景介绍 就是也看过蛮多人的被 蛮多人的低端里面都在介绍自己的父母是从事怎么样的工作 自己的个性是怎么样 在我的背审里面呢 我并没有太过于琢磨那个部分 而是一开始 我就向评审老师介绍说 我今天的目标学校是莱顿大学 我很喜欢莱顿大学里面的语言学系 然后并且介绍我之前曾经在实大选过的相关课程 希望能够透过去莱顿大学语言学系里面选更多的课程进行加深加广的学习 第二段的部分呢 因为莱顿大学大多是透过英语教学的 那我在第二段里面就讲到 我在实大也选过了多门全英语授课的课程 让评审老师知道说我是很适应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课程 最后一段呢 便是去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科系背景 我是华语系的 我未来想要当一名华语老师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透过这一次交换的经验 去磨练自己的华语教学能力 也许是进行课程的旁听 或者找语言学办的方式来推广台湾的文化 所以这一部分便是我自己的自我介绍 所以我觉得在自我介绍的部分 真的真的不需要太过去琢磨自己的家庭背景是什么 不需要花很大篇幅去撰写自己的个性啊等等的 而是要很明确让评审人员在看完你的自我介绍之后 了解到你的企图心 了解到你想要去这所学校的原因是什么 然后自己曾经的背景 以及这所学校之间的关联性 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 我会把我的特殊经历和成品跟社团经验与收获放在一起讲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不需要太过去着重介绍 自己参加过每一个活动 而是去想这些活动为什么可以造就你 你从这些活动里面获得了什么样子的东西 也许是领导能力、时间规划能力 这些经验 而这些获得的经验又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出国读书 像是时间规划能力可以讲到 因为在国外很多时候课程所要阅读的文本比在台湾多 那我今天有时间规划的能力就可以好好地进行学习 然后最后是 自己想要从国外的学习过程中获得什么 在这一部分里面可以去讲到说 自己在经历这些特殊 在自己在经历这些社团经验或是比赛经验等等 发现台湾在教学里面缺乏了什么 然后这些东西是国外的学校他们所擅长的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透过国外的学校的学习 然后来补足这些在台湾没有办法获得的经验 所以在特殊经历和成品这个部分真的不需要太过去琢磨自己的每一项的特殊经历 而是把他们综合起来 然后用三个问题去进行贯穿 在接下来一个部分便是申请动机 申请动机是再一次的重申自己的出国学习动机 在自我介绍以及在特殊经历跟成品部分 其实我们都讲到过自己的出国学习动机了 那在申请动机这个部分呢 便是将之前曾经讲到过的一些动机再次的同征起来 清晰的排列出来让评审老师进行观看 我这里写到的是 我未来想要成为一个华语老师 我想要到欧洲教华语 所以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交换的机会 亲身体验当地的文化跟教学上的差异 作为自己未来成长的养分 并且透过交换来加深学习 因为我很喜欢语言学相关的课程 但是我觉得在台湾 大学不能够上到语言学的课程其实并不多 但是反观在莱顿大学 他们语言学系里面提供了很多 是在台湾的研究所才能修习到的课程 所以我希望透过去莱顿大学语言学系里面 进行加深加广的学习 最后是以一个军民的角度来探索欧洲 之前我们去出国旅游可能是以一个旅客的角度 认识的也许只是表面上面我们所看到的欧洲 而没有办法深入的去体验 那既然这一次有机会在一个地方深入待半年 那何不利用这一次机会把自己化作一个荷兰的居民 去深度的了解去深度了解荷兰以及 欧洲这一块土地呢 最后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 因为身为消费化学生的目的也是要去推广 实打推广台湾 所以让更多人认识台湾 便用这句话当作我自己申请动机的最后结尾 那接下来便是最后一个部分的读书计划 在读书计划这个部分呢 我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短期中期跟返校后的计划 在短期计划里面我放了两个小标题 分别是搜集相关资讯以及加强自己的语言能力 搜集相关资讯可能是可以更加了解当地的文化风俗 以及自己即将要前往交换那一所大学 那第二个部分是加强语言能力 也许可以听过透过听Podcast 补习或是透过休息学校所开设的语言相关课程 来加强自己的语言能力 在中期计划这个部分呢 我放了两个 第一个是课程规划 第二个是海外重游 在课程规划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对方学校的官网 他们提供给交换学生的相关课程 并且起从中挑选出自己有兴趣的课程 这一点也可以回扣到前面 你曾经讲过你想要去哪一所学校的什么科系 让评程老师知道说你是对于这所学校的科系有所了解的 然后再来是海外重游的部分 就是我希望能够透过课外的时间 然后进行非观光性质的深度旅行 然后深入的透过自己的双脚双眼去了解一个国家 谢谢大家耐心的听到这里 然后我也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申请一次交换 毕竟可以利用在台湾的学费 就在国外读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是不是超级划算呢 而且我相信在交换期间的所学 一定会比在课堂中所学习到的东西还要更多的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吧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